早安大家 今天是4月21日 然後再過四天 就是4月25號的時候呢 是我的頻道五週年的日子 因為我是在2017年的425上傳我的第一支影片 時光飛逝 沒想到五年就這麼過去 然後我也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還蠻厲害的 居然堅持了五年 雖然一開始沒有想說會 對就是沒想過這件事 然後前陣子我有在我的Instagram發一個QA 想說可以在這支影片來回答大家一些問題 因為距離我上一個QA影片應該蠻久了 然後我的50 facts about me 就是也是五年前的吧 還是四年前的 反正就很早期的 對那我今天呢 因為我家 你們看 前陣子呢我去參加了一個插花活動 但是我回來的時候忘記幫大家放水 所以他有點撲威了 那剛好呢明天是我的生日 其實就4月22號 只是呢我今年封29 所以沒有打算要慶祝 但是想說五週年加上生日的關係 想要讓家裡漂亮一點 所以我等一下想要去花式 買一點鮮花 把那個換掉 然後佈置好之後我們再來做QA 我買完了 我現在打算去附近的麥當勞吃個飯 然後我要去拿我上次做的陶藝 因為剛好有一個花瓶 那就可以加了 然後剛剛在內湖就是沒有吃到麥當勞 然後因為我發現離我的公車站太遠 所以我打算來吃 以前我們公司附近 有一間我很喜歡吃的雞腿飯 炸雞的可能賣光了 沒關係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出門的時候你做了什麼壞事 一泡尿 兩泡尿 這就是他抗議一個人在家的方式 人家早上少接到的是青稻福 我是青尿福 哇好多花瓣掉下來 給你們看一下今天 我砸最重本的花 其實還好啦 這一束500塊 應該比去外面花店買便宜很多 反正這一束是我 一進去沒有人就看到 但是那時候就覺得好像有一點點貴 然後我就離開了 就逛了一圈 我還是覺得他很漂亮 就最喜歡他 所以我有回去 把它買回來 擦的好像不是很好看耶 我的兩束花要完成 你很無聊嗎 好很無聊 好漂亮喔 好可愛喔 終於要進入到Q&A的環節 現在已經4點半 4點40了 真的是搞超級久 我剛才已經把IG上比較多人問的問題 還有自己覺得比較多內容可以分享的 都已經截圖下來 我們就先從最最最最最多人問的開始好了 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怎麼認識的 真的超級多人問 我真的好像沒有在社群上分享過這件事 應該說感情的事情 我都比較低頻率的分享啦 因為我對於感情就會一直抱持著 嗯 世事難料這種心態 其實我跟我男朋友現在是很穩定 只是應該說 in general來講 我會有一種 不要把他想的太百分之百 所以就也不要分享的太 太 detail嘛 我怕有一種以後自己回來看會怪怪的感覺 但我不是說我們以後一定會怎樣 只是萬一萬一 OK 但我現在換個想法就覺得說 其實他也是我就是人生的一個階段一個過程啦 所以就算以後怎麼樣了 還是可以在下這個moment跟大家分享 好回來 我們為什麼會認識呢 是兩年多前我接了一個要飛到倫敦的工作 那那時候我就先跟我朋友到歐洲玩了一圈之後 我就隻身一人飛往倫敦 那在倫敦我是完全沒有任何認識的人的 但是我有朋友的朋友在倫敦 所以那時候我就請這個中間的朋友 幫我問那些在倫敦的人 能不能當我的地陪 所以我在倫敦的那個禮拜就有兩組地陪 那第一組就是算是一小群人吧 有男有女這樣子 然後另一個地陪就是我男朋友本人 對那時候他就帶我去一些餐廳啊 去一些公園一些景點玩 那其實我們原本在台灣就應該算是知道彼此 只是沒有真正的認識 那在倫敦那一次算是正式的認識對方這樣 這就是我們認識的故事 算是還蠻 我覺得小浪漫吧 就剛好在國外認識這樣 如何管理工作與生活的時間界限 喜歡我的生活步調 謝謝 我覺得我現在沒有非常明確的去劃分說 幾點到幾點一定是工作 那幾點以外我就絕對不碰工作 我覺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慢慢把我的工作形態 或是內容模式調整成我喜歡的方式 所以變成即便在工作我也算是大部分時間 算是蠻享受其中的 所以不會說很痛苦或怎麼樣 然後想要 完全不想碰工作 然後一定要切割的很清楚 比較不會這樣 但還是有個大概的劃分 忘記之前在哪支影片好像有說過 我現在是把一個所謂me time 轉移到早上 以前可能是在晚上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是一個只要進入工作狀態 有時候會無法自拔停不下來的人 所以會導致我常常 如果我早上不先有的me time 我會從醒來到睡前可能都在工作 雖然我喜歡工作 但是這樣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現在就早上會步調慢一點 可能早上起來 我大概是9點多左右起來 然後就泡個咖啡啊 然後看個書啊 保養一下啊 就步調都慢慢的 然後大概到11、2點左右 才會進入工作狀態 有人問我說會不會想要一直做youtube 那做了youtube還會想回到職場嗎? 其實我覺得這問題 不知道算不算符合我的情況 因為我當時候並不是 為了想要當自由業才來做youtube 我是在德國實習跟交換 然後想要進入任命的生活 所以就剛好 對剛好這樣 然後是中間經過了非常多的選擇 包含可能我到上海工作啊 又回台灣工作啊 然後後來才選擇說 OK那我想要做自由業這樣子 那我會不會想要一直做 其實這個我說不準 因為我不知道我還可以拍到幾歲 剪片剪到幾歲 但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已經拍了第五年 我還是蠻享受這件事情的 然後很喜歡剪片這樣 所以至少 近一兩年還會繼續做吧 對 那做了youtube後 還會想要回到職場嗎? 嗯 其實不是沒有想過 因為我覺得做youtube這個真的算是 藝人作業居多 跟以前在公司有很多同事啊 然後可以一團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 非常不一樣 但是自由業的好處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 嗯 以目前的情況來講 我會比較偏好 還是選擇自由度高很多的 就是現在這個狀態 對啊 但未來 我不知道欸 說不定有天我就回去上班了 有人問說 我是怎麼做職押規劃的 嗯 因為我做了三份工作 從行銷設計到現在自由業 也算是不在同一個領域 所以不太能說是從同一個產業 然後一路往上爬 這樣的職押規劃 但是 我如果把它想像成說 嗯 我是怎麼選擇工作的 我其實會 回答說我還蠻看感覺的耶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 你知道 人生在世 就是 人生苦短 還是要選擇自己做的開心的事情 那如果這份工作 帶給你的 負面情緒 是大於正面情緒 或是負面價值 是大於正面價值的話 我就會選擇去 嗯 嘗試別的事情 對 嗯 但是 像我這樣的個性 就是會比較容易 繞路啦 對 因為我很喜歡去嘗試一些新東西 但是 未必都會有成果 但我一直都覺得 我必須 我的個性是 我必須自己去嘗試過了 我確認自己不喜歡了 或是不想要了 我才有辦法 真正打從心底的 放棄這件事 會想要再到國外生活一段時間嗎 會耶 但是 比較算是 中短期的嘛 就不會是那種以年計算的 因為以年計算我覺得要嘛是 可能到國外念書 要嘛可能是到國外工作 但這兩個目前都不在我的 規劃內 所以比較會是以短期可能幾個月的方式 到國外生活一陣子 就比較像遊牧工作這樣 有人問說 手寫字手機殼之後會販售嗎 應該就是說我手上這個吧 我上一次VLOG 有分享 這是我自己手寫字 然後 DIY做成的 嗯 目前還是有在跟品牌談 但是還沒有完全確認 嗯 如果之後有確定的消息 我會在IG上公開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機會出21.5電子手帳 看到紙本的內容真的很喜歡 謝謝 很開心 嗯 我們今年是有在規劃的 對 所以到時候可以去關注品牌的IG 我們會在那邊發布預購的消息 大概是8月左右的時間吧 最喜歡做的影片類型 嗯 這一兩年最喜歡的應該還是VLOG吧 對我真的還蠻喜歡做VLOG的 我以前不喜歡 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我以前不喜歡做VLOG 因為我以前覺得 這好像會影響到我的真實生活 就做什麼事都要拿相機拍 但後來我覺得 我是被自己畫地自限了 其實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沒有要百分之百記錄 我可以記錄我只想記錄的部分就好 有時候覺得累 或是那件事不值得記錄 那就不用拍沒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抱持這樣的原則 然後去記錄我的生活發覺 就我自己也會很喜歡回頭看那些影片 然後我也覺得拍下來 剪下來都非常有意義 就很像日記一樣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人問我是說 有沒有後悔的事情 就是關於做Youtube 或是我看一下 還有問題是什麼 我有點找不到剛剛那個問題在哪 但我印象中好像有看到一個問題是 做Youtube這五年來有沒有後悔的事情 其實如果硬要說是有的 就是跟拍VLOG有關 我覺得當時我在德國 我有一點刻意反骨啦 就不想要被貼德國的標籤 因為那時候很多 有量比較好的影片都是德國 就覺得 啊我就是我啊 不想被貼在德國的Jasmine這樣子 對所以我就刻意不去拍很多德國相關的影片 但我現在想想就覺得自己很白癡 因為我拍那些影片也是為了記錄我自己的生活 幹嘛要去管標不標籤這件事情 我拍下來就是留給自己做經驗而已 所以是有點小小的覺得可惜 但是就也沒辦法 而且也是就經歷過這些 現在才會這樣覺得嘛 但是未來如果有機會在出國 或是生活形態有任何的轉變的話 都會很希望自己可以用影片形式記錄下來 再來最後一題 因為我看到這個問題還蠻有感觸的 有人說他從德國的影片開始看到現在 然後想知道我5到10年會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可以描述嗎 嗯 我對這題真的很有感觸 是因為我以前就是一個非常喜歡做像這樣長期規劃的人 可能我希望我5年後再幹嘛10年後可以怎樣怎樣 但是你們如果有看我手上影片的人都會知道 我今年的目標就是沒有目標 我不再做長期規劃了 因為我覺得現在在這個年紀就是一個變化很大的年紀 每一年的變化可能都是有點無法預期的 所以今年的目標就是做好手邊眼前的每一個小任務 然後看他們會帶我到哪裡去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要說長期的目標的話 我比較傾向是長期的人可以讓自己的生活啊 整個工作的模式型態都越來越快樂 對就是以快樂為導向 因為我覺得人生在世真的是要苦惡快樂一點 其實我最近也接觸了比以前多很多的身心靈相關的東西 那我就在一本書上看到一段話 算一個故事啊 他就在講說有一個人他告訴自己說自己要努力工作 賺到多少錢之後他才可以開始去做他喜歡的事情 結果他工作了好幾年發現他可能到死 他都存不到他原本設定的那個金額 那他勢必就是在他死前做不到喜歡的事情了嗎 所以他就開始在他下班之後 撥一點時間去做這些事 結果他就發現這些事因為他很喜歡 所以他就願意投入很大量的精神 把他們做好 然後呢做好之後可能就會帶來可能是金錢啊 或是時間啊快樂啊等等這些的回報 那因為有這些回報你就更有動意去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就我覺得這才是一個善的循環 所以我知道可能這聽起來很很成槍爛調 還是聽起來很不切實際 但是我真的蠻鼓勵大家可以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盡量盡量 那我知道可能很多上班族會就直覺有個心態是 不可能啊我就是要上班啊 你是自由業你才做得到 嗯就是我覺得沒有 只是那比例上的調配 你可以先從少比例的開始去執行 對至少先跨出第一步嘛 嗯可以的大家可以的 好的那這五年呢非常謝謝大家的陪伴 不論你是從五年前我還在德國的時候就開始看我的影片 還是中間加入的 因為大家現在都在看這支影片嘛 都是非常感謝你們 那我自己也是給自己拍拍手 沒想到我會拍五年耶 真的是出乎我自己意料 我沒想過我會做一件事情做了五年 真的是因為有大家的觀看 然後你們留言跟我聊天啊 甚至來IG 常常會有我限動啊 就跟我互動什麼的 就我覺得這是互相的 有你們的一些feedback 我才更有動力去分享 然後去拍影片 對就是很期待這樣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影片 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